先回来按快乐评 大家好 我是李璐 据台媒报道 爱尔兰的一家网络媒体24号 刊载了民进党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的文章 文章声称 台湾被联合国排除在外 受伤害的是全世界 针对吴钊燮近日接连向多家外媒投稿扬言参与联合国 有评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过度的政治操作反而将自食恶果 民进党当局借疫情进行政治操作 针对大陆处处政治算计 一连串的所谓防疫外交与口罩外交 背后更是充满政治意图 企图在国际上塑造台湾抗疫成功 有意愿有能力协助世界对抗疫情的所谓正面形象 目的不外乎争取各方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 吴钊燮在文中声称 台湾目前新冠肺炎确诊案例不到500例 仅死亡7例 学校仅在2月份短暂停课两周等等 声称这都是因为台湾迅速应变 资讯透明 截至6月底 台湾对外捐赠口罩防护衣等物品 给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 而就在几天以前台媒报道 吴钊燮还曾投书美媒呼吁接纳台湾参与联合国 有网友表示 很奇怪的主张 台湾不是国家 怎么进入联合国呢 据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供的数字 除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台湾已经长达100多天没有本地感染病例 但是讽刺的是 出境才发现感染的病例 却是接连出现 过去的一周 马来西亚 老挝 越南 以及大陆 上海等多地 筛检出自台湾来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有台湾业者专家直指 疫情指挥中心实际上在错误设定下做了错误的判读 在统计数字里藏了许多的谎言 公然欺骗台湾百姓 此前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炮制各种借口 炒作所谓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从政治法律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所谓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包括世卫组织活动 都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联合国多次重申 将坚持按照联大2758号决议处理台湾问题 世卫组织作为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遵守联大决议 世卫组织25.1号决议 重申了联大2758号决议 这都是铁的事实 不容置疑 正如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 台湾当局以一谋独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璐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